第368章 春风远去 恍若隔世的老道人站在那里 自言自语 不知道在碎碎念叨些什么 突然 他一脚踢掉那条长凳 哈哈大笑道 做个屁的道士 今儿起 我就是灰山可青了 头等的 显而易见 即便老人打算继续摆摊解签 也不会有谁还有兴趣求签了 老道士耳畔 默然想起一个略带打去意味的嗓音 老仙长 这可是在满山道士的武当 你这么说话可不妥当 正是满腹豪气时候的老道士 皱着眉头转头望去 看到一位他觉得勉勉强强 能称为玉树临风的年轻公子哥 老道士冷哼一声 说了又如何 贫道可是灰山头等客青 就算陈老神仙和于老真人这两位 贫道若是现在遇上了他们 想必也能讨杯茶喝 年轻人伸出大拇指 赞叹道 了不得 年轻人身边的妇人气笑道 老吴 刚才正是这位公子帮你说话 你猪油蒙心了吧 老道士愕然 立马转变脸色 笑竹颜开道 是贫道失礼了 公子莫要怪罪 老道士大踏步走向妇人的摊子 道袍大秀晃荡的厉害 颇有龙香虎步的风采 寒妹子 来来来 帮老哥还有这位公子来两张武当春烧饼 记得把饼摊大些 老哥不缺那银子 何况咱也从不是小气人 妇人自顾自摇头 有些无奈 他手脚伶俐 且熟能生巧 很快就分别递给两人一张分量十足的武当春烧饼 热气腾腾 香气肆意 结果春烧饼的时候 老道人想要顺手摸一把妇人的手 后者更快一步抽回手 没让这个老不休得逞 老道人咬下一大口春烧饼 笑迷迷道 寒妹子 还做这苦累活迹干啥 起早摸黑的 也赚不到几个银子 要不然陪着老哥 我去那灰山如何 妇人白眼道 去那中原作甚 老道人嘿嘿笑道 老哥我的心思 妹子你还不清楚吗 妇人先是一愣 然后恼羞成怒道 滚 老道人不死心道 妹子 你男人不是很早就在梁州关外那边没了吗 这么多年后 改嫁又咋了 你们一家子孤儿寡母的 多可怜 有个靠得住的男人照顾才是好事啊 再说了 你之前不也让老哥解过签吗 一是怒急的妇人 脸色苍白 上前几步 扯过老道人手中的春烧饼 摔在地上 滚 我卖给谁春烧饼 也不卖给你这种恶心人 给再多银子 我都嫌脏 老道士道也不生气 只是遗憾道 哎 韩妹子 你是好女人 可惜就是没享福的命 罢了罢了 就当咱们有缘无分 妇人不再理睬这个为老不尊的家伙 老道士自顾自唏嘘一番 转头对那位年轻人笑道 得嘞 贫道只好自个儿去中原享福了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公子 以后若是去灰山游玩 报上贫道的名号即可 年轻人笑道 好的 老道人潇洒离去 年轻人问道 老道长连摊子也不要了 老道士没有转身 会会手 帽子豁达道 要那么些不值钱的物件做什么 爹份 你要喜欢就归你了 等到老道士走出很远 妇人对年轻人轻声道 连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与公子知会一声 环抱他的名号呢 见过脸皮厚的 真没见过这么厚的 幸好我听说这个老家伙是河州那边的人 否则真是丢了咱们北梁的脸 徐凤年笑问道 听口音 大嫂是咱们北梁灵州人 妇人眼神古怪 半想才冒出一句 公子问这个做什么 正在吞咽武当春烧饼的徐凤年 差点给噎道 妇人眼嘴笑道 瞧把你吓得 嫂子逗你呢 徐凤年尾时哭笑不得 一边咬着春烧饼 一边走向隔壁摊子 浮起长凳 转头微笑道 大嫂请我吃春烧饼的家伙跑路了 要不然我替你歇一签就当饼钱了 经过那名气势吓人的女子一折腾 害得妇人的摊子生意都冷冷清清了 她坐在长凳上伸手轻轻锤打腰枝 看着那个笑脸温和的年轻公子哥 怀疑道 你会解签 徐凤年点头道 老本行了 妇人摇头笑道 公子你啊 可没那个老家伙能骗人 大嫂哪里会上这个当 放心 饼钱就算了 大嫂请你 徐凤年好奇问道 大嫂 怎么从灵州跑来这武当山摆摊子了 妇人平生静气道 我娘家是这边啊 前些时候来山上烧香祈福 见到这里的光景后 琢磨着自己刚好会这些手艺 闲着也是闲着 就觉得摆个摊子能多赚些 徐凤年笑问道 我猜大嫂家的孩子都在盟管学术读书了吧 也对 咱们北梁这边书籍跪着呢 最吃钱 妇人又不说话了 直愣愣瞧着徐凤年 有些憋屈的徐凤年无奈道 大嫂 我真不是五老头那种人 妇人忍君不禁道 真是经不起斗 可不像咱们北梁的爷们 徐凤年杨怒道 大嫂别骂人啊 妇人摆了摆手 端了一根小板凳和一碗定神汤 坐在徐凤年对面 笑道 饼是送你的 这碗定神汤就算是解千钱了 大嫂不识字 可不许骗我 徐凤年吃完春烧饼 俯身拿过定神汤喝了一大口 哪能啊 妇人双手捧起竹筒 眼神虔诚 徐凤年正今微作 微笑不语 落签在桌后 她以双手拇指十指拎住手尾 大概是既然不识字 就不用多此一举去细看什么了 她亦是用双手递给徐凤年 那份无言的沉重庄严 好像在交付性命 从来与青史无缘的老百姓 总归是相信 头顶三尺有神明的 会誓死如生 才愿意相信来世福报 才会不辞辛苦的登高烧香其壤 徐凤年结果竹签 看过签文后 嘴角翘起 柔声道 望族 吕之事也 望妖 待之事也 第七十二签 上签 妇人不识字 签文内容则大致听得明白 至于上签二字 更是简明恶药 无庸置疑 她示然而笑 徐凤年收回竹签放入竹筒 喝了口定神汤 笑道 大嫂是好人有好报 她笑意甜淡 之后 两人随意闲聊 多事她说她听 她说起了她眼中的灵州乡土风貌 当然最多还是家里两个孩子的蒙学情况 她说 年龄大些的孩子还不错 没那么顽劣 虽说也从没人听说 学术先生夸奖过什么 多半是考不中秀才的 便是通过现世成为童生 估计都相当不易 可是每次当她看着那个孩子挑灯读书 摆出那副读书人独有摇头晃脑的模样 她就会没来由很高兴 同时 那个小些的孩子就让她很头疼了 宁肯夏天劳作 也不乐意去私塾背书 小小年纪就想着打仗杀蛮子 她最后还说 如今不晓得北梁其他地方如何 前两年最少灵州那边大小私塾 孩子们都能拿到很便宜的书籍 便宜到让她这种家境贫寒的人家都觉得便宜 是因为之前灵州有个姓徐的大官 是她的主意 好像是那位大官说了句北梁人少 但读书人可以多谢 她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反正那几本盟学书籍 比前五六年的确是便宜了一大截 所以她说 那个姓徐的大官是个好人 只可惜听说离开灵州去梁州当官了 徐凤年笑脸温柔望向远方 轻声道 橘子他呀 什么都好 就是酒品差了些 妇人没听懂 也没有多问 她摊子那边有生意了 妇人问道 公子 我能要回那支签吗 徐凤年笑道 那我得找找 嫂子你先去忙 我找到了就给你送去 她点了点头 起身后 妇人突然脸色微红道 公子 喊我一也好 别喊嫂子了 徐凤年一头雾水 妇人冷哼一声 去隔壁摊子忙碌起来 徐凤年摇了摇头 不明就理 倒提竹筒 倒出竹签 在玉池独拳和轩辕清风之后 原本一百零八只姻缘签 就少去了五只 她找出妇人摇出的那只竹签 起身送去 她发现 这位游手好闲道去当 孙命先生的年轻人 似乎仍是没听懂她的意思 于是 反而是她有些难为情了 她瞥了眼竹签 便小心收起 抬头问道 是那只签 可别骗我 徐凤年摇头正色道 不骗人 她笑咪咪道 去吧去吧 嫂子就不耽误你 骗人银子了 有些郁闷的徐凤年 坐回桌前 重操就业 熟门熟路 开始大大咧咧招来生意 只是山羊虎老道人 留下那么个烂摊子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加上附近摊位认定 徐凤年是个钻签 眼里头的神棍 而且年纪轻轻 当下又没有披荐 唬人的道袍 自然给人嘴上 眉毛办事不牢的印象 一波波相克 游人来往路过 显然都没停步抽签的兴致 难得两三位年轻女子 欲语害羞 想要上前摇签 结果都给家里长辈 或是身边同龄男子 婉拒了事 徐凤年只得小口小口 喝着定神汤 为时百无聊赖 徐凤年逐渐从 道貌黯然的正金微作 变成翘着二郎腿 再变成趴在桌上 晃动千筒 最后干脆就自己 摇出一支支竹签 也不看那签文 随手丢回 隔壁夫人抹了抹额头汗水 调笑道 哪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天底下最难的事情 本就是从别人袋子里拿钱 公子你倒好 徐凤年叹息道 难道真要我去跟武当 借鉴盗袍 夫人纳闷道 公子也不像是缺钱的人 真稀罕那点银子 徐凤年下意识 瞥了眼毛巫方向 柔声笑道 我媳妇最没出息了 只喜欢收集铜钱 大的小的 他都不嫌弃 就像个守财奴 夫人乐不可知 也亏得你媳妇不在 然后他劝解道 女子持家都这样 公子你想开谢 徐凤年身以为然 燕子嫌泥 鸡少成多 是这个脸 夫人长呼出一口气 抬手捋了捋 浸透汗水的鬓角发丝 嫂子掀回了 徐凤年奇怪问道 这么早就下山 零零碎碎 这么多物件 搬得动 他指了指一位 从旅足亭外山路 缓缓行来的 年轻女子 笑道 她是我侄女 在山上更高些的 浴清罐那边 卖胭脂水粉 估摸着是早早卖完了 以前都要更晚 才来帮我搭把手 今儿我也偷个懒 早点下山 徐凤年起身道 从这里下山 可还有不少山路要走 嫂子 我还是帮你挑一段路吧 她摇头坚决道 不用 我这东西瞧着多 其实都不重 徐凤年玩笑道 嫂子 就当我用心不良 好歹送你们到山脚排坊那边 行不行 妇人清脆了一口 瞪了口 无遮拦的徐凤年一眼 气笑道 你不怕闲话 嫂子怕 我那侄女 可泼辣得很 怎么 难不成是你瞧上了她 那嫂子倒是可以当回媒婆 徐凤年瞥了眼那名越来越近的年轻女子 倒抽一口冷气 她那腰枝 可不是傻柳树 而是大槐树啊 苦笑道 还是算了吧 她趁着年轻侄女 尚未临近乡邻两座摊子 面对徐凤年 她眉眼柔柔低脸 轻声问道 你到底想什么呢 此时此刻 她看到那个年轻人 模样英俊 尤其是眼神清澈 干净的就像她年少时 初次登上武当山见着的喜相池 徐凤年说道 我去过梁州关外 去过淮阳关 也去过虎头城 她脸色平静道 这样啊 徐凤年咧嘴一笑 她没来由问道 你说北莽蛮子 会一路打到这里吗 会打到灵州吗 徐凤年神色坚毅 说道 只要我们北梁铁骑 还剩下一人 那么北莽蛮子的马蹄 就踩不到北梁关内的 一草一木 她点了点头 然后展颜笑道 口气真大 说的好像自己是大官似的 徐凤年打哈哈道 我可不是当官的 她美好气道 这也用说啊 徐凤年油然不愿死心 嫂子真不用帮忙调担子 她接下来一句话 让徐凤年呆若木鸡 别嫂子嫂子的 我这些天见多了江湖人 听他们说啊 咱们那位年轻王爷 以前闯荡江湖的时候 有句口头禅 叫什么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过嫂子 徐凤年伸手抹了一把脸 悲愤欲绝 我在大雪平之巅说的那句 还个屁 没人跟你提起过吗 难道不比这句口头禅 更牛气些 再说了 这句话也是某位 吊儿郎当的木剑游响 不知在什么地方道听途说 然后非要教我的啊 妇人眼神促暇 不再言语 转身去收拾物件 徐凤年望向她的背影 终于没敢再称呼嫂子 只是问道 官府那边的抚恤银子 可有刻扣或是拖欠 她动作一致 没有转身 摇头倒 不曾 她的老屋长前些年 还经常寄给我们额外的银子 去年才没有 她停顿了一下 轻声道 今年春我才听说 老五长死在虎头城了 之后 她始终没有转头 她其实知道 自己最先摇出的姻缘签 并非怀中那只竹签 她不识字 却牢牢记得那只签的字数 不过这也不算什么要紧的事 老百姓日子再苦 只要还有盼头 咬咬牙就能过下去 她的盼头在于两个孩子 至于今天摇出的千是好是坏 其实无所谓 最后 她与侄女挑起担子离去之前 无意间瞥见那个给人感觉 总是干干净净的年轻人 她挺直腰杆坐在桌后 双手握拳放在腿上 安安静静 不怎么像年轻人 倒像个上了岁数的老人 春风远去 只能漠然晒着秋季的和煦日头 结束了 接着 扫于妳 aurice 余 stacked 正